在最近几年的手机评测里 大家看到的最多的性能测试软件 是哪一个可以走一步弹幕 是Gatebench 3DMark还是安兔兔或者说原神 相信现在弹幕里飘过最多的选项 应该就是原神了 虽然说这个奔铁发布之后 原神的热度是下来的一些 毕竟怎么说也是上线了三年的老游戏 但不凡它依然是手机性能测试软件里面的标杆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一年的手机发布会上 或者说评测视频里 原神依然会是性能测试环节的常客 从火龙888件一机型 全部被原神干趴下 到8家天际有限陆续征服 再到夏龙8件完全征服 这期间原神也更新了好多个版本 各家手机厂上也纷纷对这款游戏 做出了性能调度优化 不过从画质层面上来说 手机端原神是真的不太够看 这7201P渲染画面看见的总感觉是呼呼的 就拿大米自己来说 平时玩的话 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在电脑上 或者说iPad上去玩 所以我也比较好奇 既然很多8家8件耳机型 能够轻松征服原神 那么如果我们把手机端 原神的分辨率提升到1080P 它们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结合骁龙8家8件耳的测试数据 下半年即将发布的天9300 以及骁龙8件3 这些新SOC 有没有能力征服1080P原神呢 一起来看一下测试吧 因为小米的机子 解锁ROOT相对方便一些 所以说这次我们就用 K50Ultra和小米13这两台机子来测试 ROOT之后 用Geo Tools把原神的分辨率 从720P超到1080P 有一说一 1080P分辨率下 整个游戏画面的渲染精度 可以说是提升巨大 无论是人物的轮廓 还是大世界画面 又或者说技能释放时要的特效 瞬间是清晰了不少 我觉得这才是手机端原神的 理想画质表现 说到这里呢 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了 你把原神的分辨率 手动改到1080P 会不会被分号 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 毕竟火龙888件一时来 手机场上偷偷降分辨率 也不会被分号 画质提升是很明显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末年720P分辨率下 骁龙8家的K52X 可以跑到平均58.7帧 整机功耗是6.6W 全程帧率稳定性流畅度都不错 只是最后一分钟这段 锁到了45帧 那么1080P分辨率下 大家觉得能跑几帧呢 可以先猜一波 答案是平均42.2帧 并且从帧率的稳定性上来说 表现非常差 前面5分钟还行 能到平均54.3帧 但是这个时候 整机功耗有整整10点以往 可以说是为发烧而生了 而且短时间功耗大幅飙升之后 SoC内部会迅速升温积热 此时软件检测到的 CPU GPU最高温度是88度和93度 然后触发降频 6分钟开始出现阶段性锁30帧 如此反复到游戏结束 20分钟游戏整机功耗是7.6W 阶段最高温度是48度左右 720P下原神确实是一个相对吃CPU的游戏 比如说8加GPU频率 大多数是580MHz下运行 全程接近60帧的情况下 GPU战率也才76%左右 但是拉到1080P就完全不同了 前面5分钟这段 8加的GPU频率会频繁的标升到最高的900MHz 并且在这个高频状态下 GPU的平均占用率也是达到了88.5% 要知道8加的GPU满载功耗是可以达到8.6W左右的 既然如此那么GPU能效遥遥领先的骁龙八镜 会不会有明显提升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米13 Pro的表现 8加莫能是720P 频率帧率是59.3帧 整机功耗是5.9W 到了1080P 平均帧率是47帧 整机功耗是7.3W 对于8加还是有明显提升的 同样是截取前面5分钟帧率 13 Pro平均是57.1帧 整机功耗是8.5W 帧率比8加高 但是功耗更低 而且小米13 Pro还是2K平 如果同时1.5K平 功耗还能略微低一点 所以说8镜在高性能区间能效 确实会比8加强许多 游戏过程中也没有出现 K50 Ultra那种阶段性锁30的问题 CPU GPU降频之后 基本是稳定在40帧左右 另外我们也是测试了一波 带散热背夹的数据 20W散热背夹加持之后 骁龙八加游戏提升算是有明显的起色 平均帧率从42.1帧提升到了54.1帧 整机功耗依然是比较感联 有10.2W 如果说不用散热背夹压着 放开跑 机身温度飙升之后 我估计这个功耗是要奔着11W 12W去了 小米13 Pro加散热背夹 频帧率从47帧提升到了57.7帧 整机功耗是8.3W 帧率和功耗依然是会比8加更强 不过在跑原神的时候 小米13 Pro的GPU频率上限 会被锁定在475MHz 游戏过程中 GPU的平均占用率是在94%左右 属于是刚好够用 但是有些场景 这个频率依然会成为性能瓶颈 用工具解除GPU频率限制 680Hz放开跑之后 重新测试 8G的平均帧率可以达到59.2帧 不过整机功耗也是进一步提升到了9W 总的来说 无论是8加还是8G 如果说默认调度比较开放 那么有散热背夹加持下 还是能够玩1080P原神的 当然8加因为处理器能效和8G有差距 实际游戏过程中功耗会比较感人 8G进行解除GPU频率限制之后 可以说是基本征服了1080P原神 但如果说不加散热背夹的话 8加基本是没法好好玩 帧率非常不稳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全程锁在40帧 可能会比前期火力全开 后期帧率奔洁的体验会更好些 8G的表现虽然不能说很流畅 但总体来说还是能玩的 平均是47帧左右 游戏功耗也没有太离谱 那么结合以上测试数据 下半价的骁龙8进3和天际9先3 能不能征服1080P原神 这里我们就来一波前瞻预测分析 根据AM官方的PPT介绍 全新一代Cortex架构 无论是X4还是A720 亦或是A520 这一次是全面抛弃的32尾 仅支持64尾 其中X4大盒的提升相对最大 比如说前段解码宽度 从上一代X3的6路直接变成了10路 后段整数A1U 从6个变成了8个 ROB从320变成了384 二级缓存最高可以支持到2M 之前X3的最高是1M 不过X4相对于X3去到了MOB缓存 在SPEC 2017的测试中 IPC大概有13%左右的提升 但是在Gatebench 5、Gatebench 6的测试中 提升的相对小一些 大概是8%的样子 而A720相比A725 PPT上的性能提升幅度就很小了 SPEC 2016的IPC提升 大概在4%到5% X4大盒的最大优势 还是在同性能下 功耗相比X3低了整整40% 能效进步可以说是巨大 A720同性能下功耗降低20% A520相比A5120 同性能下功耗降低了22%左右 当然ARM这边的PPT 大家简单看了就好了 比如说去年ARMPPT上的A725 相比A710同性能下功耗下降20% 但是在8件上 同频同工艺的A710和A725 并没有提升这么多 这次新架构的流片测试 是基于台积电的N3E工艺 目前的消息来看 8件3采用的是一个X4大盒 5个A720加上两个A520 相比今年的8件 增加了一个中盒 去掉了一颗小盒 理论上多盒能效 会比8件有进一步提升 但是考虑到工艺制程 N4到N4P其实提升了并不大 大概是6%左右 如果按照8件 带散热背夹的帧率功耗来看 骁龙8件3 想要征服手机端1080P原神 出去1瓦左右的屏幕功耗之后 那么CPU、GPU综合的能效 要有20%以上的提升才行 这样才能够让常规旗舰 在不带散热背夹的情况下 达到流畅运行 CPU部分 如果AM的PPT没有水分的话 那么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 毕竟相对于8件 8件3又增加了一颗中和 GPU在工艺制程 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 想要大幅提升能效 只能靠堆规模和架构升级 但是从8件到8件 高通这边 GPU已经是近几年提升最大的一次 从原先的4CU变成了6CU 8件3的GPU 我觉得挤压高的概率会相对大一点 至少不会像8加到8件提升那么明显 所以8件3想要彻底征服原神1080P 比如说平均59帧 并且帧率很稳 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了 当然如果要求放低一些 比如说达到平均54帧左右 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些调度 比较积极开放的机型来说 应该是问题不大 天玑9300 目前的爆料消息是直接去掉了小核心 采用4个X4大核 加4个A720中核 我觉得去掉小核这个操作本身问题不大 毕竟ARM这边的小核 无论是A5 A510 又或者说最新的A520 其实都比较惨 除了待机功耗低一点 在绝大多数场景里面 它的能向都是不如中和的 考虑到4个X4大核成本巨大 所以说天玑9300 肯定会在频率和缓存配置上做差异 比如说其中一个X4大核 频率设定在3.3GHz左右的高频 2G缓存满配到2M 用来提升单核性能 其他三个的则是设定在一个中频区间 比如说2.5GHz这种 2G缓存缩减到512KB 从而来降低芯片的面积和成本 但不管怎么样 4个X系列大核 在手机SoC里面属于是第一次了 理论上同样高性能区间 天玑9300的CPU多核性能能效 是要比高通的8.3更强的 对于跑720P原神表现来说 非常有利 但是1080P分辨率下的原神 其实对于GPU方面的性能要求也很高 发哥的GPU想要超越高通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比如说发哥最新的天玑9700 Plus 马里G71511核 频率狂超1148MHz之后 才勉强和8进2的Ageno 740一战 但是性能接近的情况下 功耗高了整整70%左右 达到了14.725 相同分值性能下 能效是远远落后一大截 而G720按照ARM官方的PPT介绍 对比G715分值性能提升15% 能效提升15% 按照这个提升幅度 感觉去打Ageno 740一战是压力深大 所以我觉得天玑9700征服1080P原神的难度 要比8进3更高一些 当然发哥在天玑9300上 狂堆CPU性能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我供办GPU打不过你 那么这一次我就在CPU规格上闷堆了 大力出奇迹 GPU你强认你强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卖点 要不然就会出现天玑9700 对着8进2的尴尬局面 对比8加没有成本优势 对于8进2的CPU和GPU都处于劣势 OK那么以上就是骁龙8加 8进2的原神1080P性能测试了 以及对于骁龙8进3 天玑9300的一些简单性能预测 实际性能表现 肯定是要结合量产手机来做测试 本期视频更多是结合ARM官方的PPT 做一些性能分析预测 那么大家觉得 骁龙8进3对比天玑9300 谁会更胜一筹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 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三联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坚持自飞勾计 做评测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 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目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